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有七成的前線公務員接種了疫苗 並且打算要求更多的公務員、老師和安老業界打針或定期檢測 甚至要自費檢測 烏卓妍報導 現在政府規定前線公務員要接種疫苗或定期檢測 特首林鄭月娥打算擴大去到更多的公務員、教師和安老業界 這六萬四千個前線政府僱員打針的比率是相當好的 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七十 但再進一步擴大將會令到這個比率更加好 同時我們也在想可能以後的定期檢測就要自費了 有時我們所謂又要有些誘因 又要有些懲罰也好、推動也好 有校長說教師的打針情況理想 對考慮擴大安排去到教師也都理解 當有疫苗假期出來 我自己簽的疫苗假期一直一直都是陸續有來的 社會人士或家長的角度 老師注射了疫苗是會安心令小朋友上學的 我從這個角度去看我是理解明白政府的做法 但是從老師去看就說可能我們也要鼓勵 同樣要照顧小朋友的家長同步都要打 本港目前有超過四成人打了至少一針 林鄭月娥說世界各地仍然沒有用法律強制打針 如果強迫打針恐怕會出現爭拗和反彈 但是他說接種率推高到起碼七成 就會有更加多條件和內地放寬通關 有線電視界